赴中国20年返台造句 男才知被离婚还宣告死亡 新北市一名张鲜男子提告 原与妻子同住中回区 他1997年前往中国 由于事务繁忙始终未回胎 期间他有给妻子生活费 但2017年他返台造句 他才发现早已被离婚判准 儿子还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获准 而妻子更早在1998年 将他访铲移转登记到妻子名下 他因此提高逃房 要求撤销移转登记 不过妻子回击 男子当年是因性侵案被判刑定业 才逃离台湾 逃亡前就签下授权书 同意办理房屋过户 留下年漫劳目和三名子女 靠他养家户口照料 因为遭恶意遗弃多年 2013年才提出离婚诉讼判准 新北地院申理后认定 妻子虽拿出张鲜男子 同意房屋过户 授权书 但里面没提到有赠予 因过户一转登记的原因众多 无法确认男子 有意正义房产 因此派妻子败诉 需反观房屋 至于男子所犯的刑侵案 曾任检察官的律师陈明祥指出 他的刑刑期估算近19年 应该已消灭 不会被法监执行 动新闻新北报导 国民党不能收买苹果 但是你可以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